好這個時候呢 這個到底誰是真剛來台灣好媳婦 那還是有哪些是醜媳婦 總要來敬公婆的呢 這個時候大家會找到一些 這個好媳婦來支撐多頭的信心 那麼這個醜媳婦的時候 如果出來面對的時候 要怎麼樣來保護你的投資呢 我們今天從基本面來挑選 這個對的產業 讓大家這個有信心 保護你的投資 下一個護國神山是誰呢 好我們先來看到一連串的 這個最新消息 那麼今天大家也在見證 這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是有史以來 美國的這個最高層的官員訪台 就是美國的衛生部長阿扎爾 他這個在台灣目前 這個正在跟這個蔡總統見面 那麼他也參訪了口罩國家隊 這對相關的個股的影響 又會是什麼呢 好另外來看到的是 這是中美貿易 現在當然越演越烈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衛生部長訪台的時候 也引發這個中方非常非常激烈的抗爭 跟這個美國嚴正教授衛國 因為我們看到阿扎爾今天就是在我們台灣 那麼另一方面這個川普 這個在這個TikTok這個抖音的這個事件上 他繼續是下了猛藥 上個禮拜說在45天之內 沒有完成這個買賣的話 包括微信跟這個抖音都是禁用的 那另一方面這個買蘋果的人是樂翻了 蘋果已經連續漲了7天 這是11年來 第一次發生這樣的現況 這蘋果的股價是連續飆漲了7天 那麼在目前看到科技股氣勢如虹 史上第一次納指突破了1萬1千點 是不是全部靠科技股來拉抬呢 這樣的指數會繼續的往下走嗎 那另一方面來看 很多人這時候還是買黃金這一波呈現非常特別 就是股市跟黃金都是一起上漲的 不過最近對這個美元跳漲 黃金連5漲已經是止步了 好這是在國際方面 我們幫大家掌握到一個最新的市場情況 那回頭來看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這算是一個好消息 全台灣的無薪價目前無薪價的人數已經是降到了1萬9千人 這是單洲銳減將近了8000人 那目前可以看到幾乎是各個產業的無薪價的人數都是明顯的下滑 除了重災區製造業的情況明顯改善之外 我們看到這些無薪價這個人數下滑 代表我們台灣的景氣是從股底有走上來的趨勢 那另外來看到是在這個很多人喜歡買這個金融股當存股 金控股現在看公佈了7月份的這個獲利情況也是報價因 我們來看到第一名是元大金 元大金目前自己結算累積1到7月的稅後存益是149.4億億 那麼累積這個前面這個7個月的這個美股的EPS 我們看到是1.23這是第一名 那麼星光金是1.12元是第二名 那麼另外這個台塑四保的部分呢 台塑四保7月份的營收我們可以看到也慢慢的回升了 7月營收是157.16億 這也是8月以來的新高 那包括南亞台化跟台塑化 也是四個月以來的新高 那麼這些股票是很多人這個喜歡穩健投資的 這個時候真的可以介入了嗎 那麼總經面來看 上個月的出口我們來看進出口統計 上個月的出口也轉正了 中指連四黑了 我們看到出口這邊的數字是282億 這個曲線是往上的 不過大家來說 這個時候感覺基本面是不是稍微回溫了 但是股市怎麼看呢 總是高處不深寒 上禮拜五三大法人買賣超出現的數字 是我們來看到外資賣超最多的是在聯電 聯電賣了4.3萬張 那麼最高的金額賣的是聯發科35.6億元 這又該如何解讀呢 那麼今天盤面上有人可能很開心 有人是這個哀聲咧咧咧咧 因為我們來看到這個利多消息在綠電的這邊商機發燒 包括了這個蘋果谷歌 還有微軟 Amazon星巴克 包括這些等等 他們現在開始大家都是要走向這個綠電 所以也引爆太陽能的再生能源的商機 那包括台積電 也已經簽下了這個全球最大長大20年的 這樣一個綠電的這個購買合約 因為台積電這個用電量是全台之冠 這個用電非常之多 所以相關的個股今天都是亮燈漲停反應 好另外這個台積電好消息還不止如此 台積電的5奈米8客戶瘋搶 所以接下來的股價是不是有推升的一個助力呢 好現在持有台積電的股民非常之多 我們接下來都會詳細來幫大家分析 好我想先問一下我們身為現場來賓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其實還是有很多這個好消息 雖然中美貿易戰這個整個中美關係是蠻緊張的 那想問一下這萬三指日可待 就差這麼一點點一步之遙 大家覺得這樣子一個萬三的氣勢 會不會持續一陣子呢 你覺得會幫我們舉圈好了 你覺得沒有 彈花一線就會掉下來舉差 好不好請按鈴 會持續蠻久的 兩位覺得會耶 只有我們最年輕的飛龍覺得不會 好先問一下敏寬你覺得 這一波來跟各位談一下 這一波的行情的一個架構 很多人到現在行情他還看不太懂 那這波其實行情很簡單 一句話可以講完 各國央行一直印錢 印錢的過程當中 錢不知道要跑到哪邊去 所以黃金漲破2000美元 房地產的價格往上噴 全球的股市都在往上漲 很多人來到這個地方 還在整個頭文眼花說 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股市不知不覺來到13000 那13000的過程當中 這個行情要怎麼走呢 這個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會來到了最困難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節目你要好好看 為什麼要好好看呢 我們舉上週為例 上週星期一我有來 當天台股大盤跌125點 我請問各位台股有沒有死 沒有死 然後後來走走走 漲了三天之後呢 到了星期五 他又呈現大跌的一個結構 星期五全球股市都跌 為什麼呢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直接燒到了香港去 而目前香港這一波 林鄭月娥目前要被制裁 今天早上最新的一個消息 黎智英跟他的兒子 好像都被抓走了 而現在連整個香港蘋果日報的 聽說連主編也在抓當中 所以目前這一波是在 美中貿易對抗的一個危機 那這一波架構來到這個地方 一開始又跟各位談了嘛 他是資金很多 可是各位可以發現 今天台股還是紅的喔 那今天台股紅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今天長什麼呢 今天最強叫航運 那為什麼最強會是航運呢 原來我們今天把報紙打開 他就說了 載貨比載人好賺 那你說航運公司他不想載人嗎 他很想載啊 只是邊境管制還沒有被開放啊 如果這個時候可以載貨跟載人一起來 哇那不是賺翻了嗎 那現在有沒有這個機會 只要新冠肺炎有辦法做有效的控制 這個是有機會的嘛 之前最弱的股市是誰呢 之前最弱的叫塑化股 那為什麼 因為景氣不好啊 原由他之前下掉又往上抬 下掉往上抬的過程當中 大家都在看所謂的基本面的一個翻身 那基本面的一個翻身 台塑世保已經跟你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 回到過去最好的一個時間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慢慢好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結構 我們今天又看到整個鴻海 去談論到他們今年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他們第二季的一個財報 因為今年的第一季 它的基期很低 所以第二季鴻海的財報 整整翻升了10倍 所以在這個架構當中的話 他清楚的告訴我們 目前的行情是不是在高檔 他是在高檔 可是行情高檔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認為漲多 他就是要拉回 不一定 漲多他可以高板稅部的一個修正 所以這個地方 會賺的這個行情 你會很有機會 但是不會的 看不懂的 很多投資人來到這個地方 他是賺的指數賠的差價 特別是這一波生技股 市場哀鴻遍野 所以就主架構再跟各位談 這一波資金還在走 景氣慢慢上來 所以很多的個股拉回找買點 至於拉回要找什麼 個股當買點 等一下我們會來跟各位 一一的說明 OK好 所以你覺得這可能是高檔 這個稅步會繼續往上 不過剛才看到我們這個現場 反而最擔心是我們最年輕的飛龍 你是舉說可能會下來了 我沒有說是直接下來 因為基本上我認為是 整個第三季過往 就是有一個正常的回檔修正 那這一波指數從5月開始 然後現在基本上滿足點也到了 所以他回檔個5%到10%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所以短線上拉回 其實是要找一些低基期 然後有殖利率保護的好股票 我的看法大概是這樣子 你去拜訪客戶發現下半年訂單 能見度不太好 現在能見度超差 超差 以前都可以看半年 現在就是一個月一個月去看 我要一個月每個月去拜訪一次 現在這樣很累 現在產業很不OK 但基本上好公司還是有它的價值在 OK 好 所以你要找一些 我們來看低基期有殖利率保護的 這個楊老師 中橫股懷也30年有了 20幾年 你覺得是會繼續的 你的觀點是什麼 我想在台股13000之後 有台積電創造一個 將近17萬張的大量之後 我想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次 其實整個從年初到現在 外資其實真的在整個台股回補的數量 還是真的非常少 整體還賣招了將近5000億 那再加上台股以目前我統計到 目前已經公佈這個現金股息發放 有1200多檔 以目前的殖利率幾乎還有4% 那縱觀整個目前整個全球在QE的一個 低利率寬鬆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想台股一定是全球首屈一指 外資必須要進來的一個市場 尤其我們看到這一次 整個台股其實用低檔是融資 有慢慢在增加 我們幾乎沒有看到外資有任何積極回補的力道 那我自己有稍微 我在上課的過程跟我所接觸的很多大戶來看的話 其實這一波很多都是來自於整個一個國際上的一些 過去可能離開台灣10年 20年 30年的一些 算是我們稱為假內資 這個假內資的部分其實他們都是外資的身份把錢匯進來 所以但是他們在整個這一次對於整個全球的寬鬆來看的話 他們其實這一次所做的槓桿的部分 大家可能會誤以為融資是散戶的部分 但是觀點我覺得今年大家在這13000左右 外資還沒有回補這5000億的過程 其實不用這麼擔心 尤其我們這金管會的 有假內資 我們通常都假外資 假內資出現 所以我們在政府這邊 在我們目前這歷任的兩任金管會租會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一直在論述 整個無機資產變有機資產的過程 我想2020年應該是以台積電半導體為主的接單期 明年其實才是真正整個業績爆發的一個爆發期 我想這個13000是不是是目前的一個高點 我覺得這還言之過早 言之過早 尤其是 於因此inh 畢竟 又不終了 這一昇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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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